第四百零三集 在天龙秘籍中记载,要炼制八部浮屠,最好是在龙之目的中修炼。 不过,这是提升绝品道气的最后一步,现在却是不需要。 我也不知道龙之目的在什么地方,至于八部浮屠,我是偶尔得到一些法宝,炼制而成的,好不容易炼制成的中品道气,晋升上品道气,好召唤出洪荒祖荣的圆灵气息来,提升修意而已。 方寒笑道,不管是九鼎轩商会,还是白黄商会,都只是生意,我会出足够的价钱来,两位能否让我看一看材料多少? 材料就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,白溪稍微移动,在手掌上就显现出了一个世界的通道。 在这个世界的通道深处,方寒就看见了一座方圆百里的混沌陆地,陆地上摆着各种巨大的龙族尸体,有金龙、银龙、黄龙、火龙、冰龙、七彩龙、光龙、翼龙、鬼龙、魔龙,九九八十一种龙族尸体。 还有许许多多的龙血、金石、各种金属、灵药和龙族有关的灵草、化龙草、龙灵芝、龙参等等等等。 而九鼎仙尊也打开了自己世界的通道,里面显现出了方寒提供在纸上的诸多材料,除了一些要炼制三十三天至宝的仙界宝贝之外,几乎是都有了。 甚至还有一些强大的天龙魂魄,封印在一块块的水晶石中,也不知道九鼎仙尊是从哪里弄来的。 不愧是修真大世界之中的巨头商会,做买卖万年以上,积攒下不少好东西。 居然真的能够收集到这些材料,我自己要是一点点收集购买这些材料,不知道要收集到什么时候。 方寒心中大喜,虽然这些材料之中缺少几种强大的宝贝,不过也不在意。 那龙地之血可以用龙地丸代替,而苍龙之脚在修真大世界中也未必弄不到。 还缺少集中材料,正好,这次修真商会联盟有一个拍卖大会,在修真大世界的中央,分宝延上举行。 各种好宝贝都会在其中拍卖,苍龙之脚也肯定能够拍卖到。 咱们走吧,白溪岛。 慢着,两位还是把这些材料先卖给我再说,我自己再去拍卖剩余的一些材料。 方寒连忙道。 不急,不急,方寒小道友,这次我和白溪道友商量了一下,这些材料可以全部赠送给道友。 条件是,让我们一起帮助道友练制八步浮屠。 八步浮屠这种宝贝不是一朝一夕练制得成的,尤其是道友才刚刚到达造物景,练制上品到期还是有一些吃力。 如果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,那必定事半功倍。 九鼎仙尊笑着说道,这方还有一些迟疑。 道友不必迟疑,事实上,我们也是想借助八步浮屠近身的力量,感悟洪荒祖龙元灵气息,吸取一些对自己的境界提升有很大作用。 白溪凝重地道,而且能够参与炼制八步浮屠对于我们的炼气本领有很大的提升作用。 不错,传闻之中,洪荒祖龙的确是有很大好处。 而且,白溪乃是我的至交好友,绝对没有歹心。 这是双赢的事情,何乐而不为。 而且,我们还要干一件大事,去寻找苍生大印的元灵转世,还有帝皇叔的元灵转世。 到时候,一起联手打开黄泉宝库,取得其中的宝藏。 这种合作才是真正的生意。 九鼎仙尊满条丝里地说道。 好吧,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炼制八步浮屠成为上品到起,以我一人之力,的确是难以成功。 有两位的帮助肯定能够大成,否则的话,功亏一篑,所有的材料都要浪费,也损失不起。 方寒想着想,点点头,心思深处,却更加警惕。 现在,一位戒王静的高手,他足可以抗衡,但是白溪这个人神秘莫测,和九鼎仙尊一起,就比较危险。 但是,八步浮屠的炼制,的确是困难无比。 就算是有足够的材料,他一个人炼制,也困难无比,成功率也低。 一下闭关,炼制个三五万年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而且,一旦失败,八步浮屠有可能爆炸,所有材料都毁于一旦。 有了两个人的帮助,成功率在九成以上。 既然如此,两位就带我去分宝盐的拍卖大会,把剩余的材料都拍卖到再说。 方寒把手艺挥倒。 好吧,一起上路。 白皙高大的身躯,向前一步,就踏入千百平行空间之中。 周身的空间,好像水流一般,自动开始分开。 甚至有一些空间之力,都凝结成了一个个的人情,匍匐在地面,一路向他朝拜。 而他脚下的空间,凝结成了一朵朵的莲花,相互绽放。 操纵空间,几乎是匪夷所思。 看见这等神乎其神的空间操纵技巧,方寒心中都震撼了一下。 就算是昆蓬天生带有空间操纵的属性,也不可能到达这种程度。 虚空生尿花,空间生灵性,膜拜涌动。 在这一刻,似乎他就是整个空间的主宰,所有空间之力诞生的本源。 白溪兄的大世界术越来越厉害了,这等操纵空间的力量,我等望尘莫及啊。 九鼎仙尊赞叹道。 大世界术,原来这棉道术是大世界术,方寒心中一动。 大世界术和大龙象术组合起来,就可以变化成仙术,威力无穷。 玲珑仙尊曾经施展过。 他也听方清学、仁皇笔说过,仙界之中有许多仙界妙法,基本上是三千大道,相互组合产生。 两种或者三种,甚至数种三千大道,经过精妙的功法串联起来,就可以组合成各种威力无穷的仙术,宏伟无边,炼化万物。 比如,大五行术和大阴阳术,传说之中也可以组合起来,也可以变化成一门衍生天地的道术。 不过,方寒现在虽然会着两门大道,却是缺乏一种巧妙的仙术,把他们串联起来。 传说之中,鸿蒙道人学会两千九百九十九种大道,然后一起串联,足可以轰杀无数仙人,把仙界和三千大千世界一起打穿。 不过,仍旧抗衡不了永生之门大命运术,抗衡不了天人武衰。 一路穿梭,路上经历了无数城池,折叠的空间,白溪九鼎仙尊也并不是直接就奔向分宝岩,而是一路上避开一些气息强大的空间,曲折前进。 要知道,在修真大世界中有许多强大商会建立的城池,都在折叠的空间之中,严禁穿梭,就算是借王敬的强者,都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。 大约穿梭了半个时辰,三人从空间之中走了出来,就看到远处,一条巨大的火红色岩石,宛如巨龙,长达十万里,耸立在地平线上。 在那火红色岩石之上,无数修饰,次序井然地进入其中。 这分宝岩是一件法宝,好生厉害,不在混乱园台之下。 方寒看着长达十万里,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岩石山脉,立刻就察觉出来了,这座岩石山脉是一件宝贝。 不错,这分宝岩是一件绝品稻器,而且是远古的绝品稻器,存在超过了百万年。 力量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仙器,不过,这种绝品稻器,要晋升为仙器,不知道需要多少仙道法则。 不过,这仙宝岩的威严不可抗拒,现在是仙道联盟用来拍卖宝贝的地方,里面有九九八十一个大拍卖场,按照拍卖宝物的等级来划分。 九鼎仙尊对方寒介绍着。 唱听网,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,你的唱听别样精彩。 这就是分宝岩了,不过外面的拍卖都是一些平常的拍卖。 我们都是商会联盟的长老身份,直接进入分宝岩内部的高级拍卖场去吧,藏龙只脚那些宝贝只有高级拍卖场才会拥有。 白西衣直接说道,三人飞向了分宝岩,就在三人飞到分宝岩之上,突然树生长啸,从分宝岩的岩石之中钻了出来。 原来,在分宝岩的岩石之上,分布的许多密密麻麻的石门,远远看去好像蜂巢。 树生长啸之中,出现的是大大小小十多个人影,居然全部都是不死之身的高手长生二重的人物。 原来是九鼎先尊,白西先生,你们怎么了,一来参加这次拍卖大会? 这些不死之身的高手,看见是九鼎先尊和白西之后,不由的脸上献出恭敬的神色来。 是我们要进入高级拍卖场所,赏千领路吧。 白西面无表情地道,是,十多个人立刻带路,方寒随着他们进入了分宝岩之中。 分宝岩中是密密麻麻的折叠空间,如同蜂巢内部,每一个空间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。 方寒甚至看到,有一些空间之中居然存在着日月星辰,甚至还有四季运转,花开花落,自然之力在循环着。 他心中一动,这分宝岩也不知道是谁的法宝,其中收取了许多恒星,在内部自成世界。 可惜我的八部浮屠内部,无法承受住恒星的力量,否则,收取几颗小星恒星进去,凝炼成星辰,悬挂在虚空之中,那更为厉害。 不过,在八部浮屠没有炼制成上品稻气的那一刻,这件事情想都不用想。 一颗恒星那有多大的力量,如果落入玄黄大世纪的大海之中,只怕所有的海水都会沸腾起来。 而且,戒王静的高手,可以炼化一般的星球,但是炼化恒星,恐怕也需要无数个年月的功夫。 当然,星河不在其中。 星河和真正的恒星的区别,就是一个婴儿和一个学会了武功,炼旧神通的成年壮汉的区别。 万寿静,不死之身的高手可以收取星河,但是炼化真正的恒星,只怕要被恒星反而炼化。 而现在,在分宝岩内部的一些世界,居然炼化了很多颗恒星,这起码是虚仙真仙级别的高手才能够办到,不由的方寒心中暗暗警惕。 这分宝岩之中可不能乱来。 前面就是高级拍卖场地了,三位请进去,我们没有资格进去。 十多个带路的不死之身强横人物恭敬地道。 好,你们回去吧。 白溪清车熟路,把手一挥,一些纯阳丹药,落入了众人的手中。 随后,指着前面一个巨大圆形卖场道。 这里就是高级拍卖场所了,咱们进去吧。 方寒微微一看,就看见一个方圆百里,装饰着到处都是富贵华丽之气的大殿堂。 殿堂之中,熙熙攘攘的坐着一些人,那些人个个都是高手,散发出一股股震撼天地的威严。 每一尊都好像是霸主。 方寒道友,这里是分宝言中的高级拍卖会所,能够进来的都必须要长生秘境三重,动天境,领悟了法则之力的人物。 当然,以道友的实力,造物镜的境界,那是足够了。 嗯,方寒点点头,领悟了法则的高手,不管是到哪里,都可以得到足够的尊重。 不死之身就差一些。 当下,三人进入那大殿堂之中,寻找了一个位置,坐下来。 在大殿堂的中央是一方太极分开的图形,其中不时的时间变换着,里面的人影儿进进出出,似乎是在搬运着什么宝贝。 方寒道友,这是百家商会联盟的大卖场,意思就是,所有的商会都可以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送进分宝盐中拍卖,拍卖之后都可以得到分成。 九鼎仙尊解释道,分宝盐是由谁掌握的? 方寒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,是一个叫做宝主的人掌握,他的地位在修贞大世界中处于超然的地位。 分宝盐不属于商会,但是却拉拢了许多大商会,组成商会联盟。 在数万年之中,俨然着分宝盐成了修贞大世界最大的几个拍卖场之一。 宝主?方寒默默念叨的这个名字,却没有一点印象。 好了,拍卖开始了。 方寒道友,你注意一下,这次拍卖会,拍卖的全部都是好东西。 上品道器,甚至半绝品道器,还有仙丹,各种古老的材料,甚至还有残余的仙气残片,或者是上古圣物,更有一些不知名的宝贝。 上次,六道散人拿了很少的丹药,拍卖到一个不知名的法宝碎片。 回去炼制,在其中居然隐藏了很深的仙道法则,是仙气碎片。 他的六道真王闪,立刻就晋升为了绝品道器,省去了足足五六万年的辛苦修炼。 而且,其中的仙道法则和身体融合,使得他修为大劲。 九鼎仙尊的语气中,带着羡慕。 六道散人,是练就了神算,辨别法宝的能力,比我们强大很多,他逃宝,逃到很多东西。 原来如此,上国有不少法宝的碎片,经过历史尘埃的淹没,失去了所有灵气,谁都认识不出来。 如果掌握了鉴别法宝的本事,在修真大世界中,倒是能够淘到不少东西。 等有机会,我到处逛逛,去淘点宝贝。 不过,还是先炼制八卜浮屠再说,方寒心中暗想。 诸位,这次拍卖的第一件宝贝,大家请看。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彻起来,方寒盯着拍卖场中央,发现了中间扭曲的空间中,走出了一个女子。 这个女子身穿淡淡的金色长袍,婀娜多姿,身体妖艳,脸蛋美丽地令人发狂。 她的手上托着一个盘子,盘子上面有一块水晶石,水晶石中封印了一尊远古生物。 那远古生物长着九个头,似狮子,似老虎,但是身体好像龙一般,脸上却是一张张魔神猙獰的面孔。 这是一头远古九头冤尸的凶魂,本身就是不死之身的高手,被人击杀之后,封印起来,可以融入宝贝之中,炼制成气灵,有极大威力。 那位高手新炼制的上品道气,没有气灵,可以融入其中,那上品道气就可以得到远古九头冤尸的能力,功能,力量,法力,都会提升一个档次。 这个女子身体摇摆,风行万种的道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《梦入神机》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403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